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分享红薯菌的做法 红薯菌的营养价值高于一般蔬菜的几倍 建议大家多吃,对身体有益 先把红薯菌洗干净 剥去外皮 切成均匀的小段 装在盘子里备用 小米椒洗干净 切成米椒丝 装在盘子里备用 大蒜剥去外皮 剁成蒜末 装在盘子里备用 起锅放油 油温烧到五成热的时候 倒入米椒丝 再倒入一半的蒜末 煸炒出香味 然后加入红薯菌 翻炒均匀 烧到八成熟的时候 加入一勺盐 一勺五香粉 一勺鸡精 适量的蚝油 再倒入剩下的蒜末 再翻炒三十秒 即可关火出锅 美味即成 喜欢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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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